Hello 今集就繼續講一下紹興 自從發了兩次紹興的個人見解 有很多朋友就問我紹興樓的一大堆問題 如果真的想買紹興樓的朋友 我看一下這張圖 紹興就分為八個地方 其次的經濟、城市、環境比較好的地方 由端州、鼎湖、四匯以及部分的高邀區 買樓自然都是選擇這幾個地方 後期有人接盤的機率會比較大 開封、港寧、懷疾、得慶 千萬不要買 只能說去買商品房的話 幾乎是極少極少人接盤的情況 千萬不要貪價錢便宜 紹興買樓 端州選擇新東區 鼎湖選擇新區和貴石 高邀的話 都是建議你們不要碰 一個嚴重樓室人口的高邀區 其實風險都是非常大的 四匯是兆慶代管的現級時 都是小碰為妙 在兆慶這個地方買樓 下一步要注意的就是樓價 因為某些樓盤覺得自己賣得比較好 那就提價了 如果你再追的話 後果會非常之嚴重 本來當地的二手樓是賣七千 新盤的質量好和戶型都好 賣九千是比較合理的 然後銷量因為比較好 賣一萬、萬一、萬二 後期買的人就已經買超了這個樓盤的價值 因為這個樓盤在市場的價值值9千元 超了這個價值買的人 萬一這個樓盤不升 那這些人就可能要虧本賣了這層樓 對於現在的兆慶 我個人的看法 超過1.1萬就沒有必要去買入 因為19-20年兆慶的人口是流失的 我又見過兆慶的樓市跌超過30% 大旺高新區就創造了兆慶的神馬 都跌落了神壇 要明白大旺是國家高新區 國家級的 所以我對兆慶會採取比較保守的方式 再提醒一下大家 超興有些垃圾樓盤 既然都是賣七八千的 甚至是賣一萬元的 真正是垃圾來的 然後呢 都有零零散散的人去買 永遠都認證了一句話 發展商的重金之下 必有經濟 超興呢 有大把樓都是大把地 以後都是大把樓 超興的情況呢 如果你急買錯東西的話 你就可能會輸了 多謝大家收看 謝謝大家